我们有请下一位 薛征南山西人运程师范学院中专 音乐教育专业 台上各位成功的企业家 互联老师 大家好 我叫薛征 来自山西运程 今年39周岁 现在北京定居 曾经有五年的从军生涯 有十年的专职司机兼助理的工作 有四年的房产销售工作 现寻求一份助理兼司机的工作 谢谢大家 他身上的均匀味还挺浓的 薛征最厉害的本事 是能够成功的把自己的客户 变成了自己的岳父岳母 这也是一种职场销售能力 这个事吧 是跟我上一份工作有关 是从事的是房产销售 我刚入职不久 碰见了我的这个岳父岳母 然后他们就咨询 这个有关房屋置换的一些事情 在整个过程中 然后让我的岳父岳母 感受到我的真诚 最后就这样 但是你是怎么打动对方 让对方把女儿嫁给了你 因为是交易之后 我们都成为了一个 就是成为最好的朋友的这种关系 然后呢就私下都有联系 有时候呢 他们也会经常路过我们开发的小区 去买菜什么的 然后我也会经常的去帮忙 然后帮忙拉着这些菜啊 这些东西帮忙送到家里去 然后一来二往呢 就会就比较熟悉了 然后经过了五年的这个交往 然后我岳父岳母觉得 我还是一个比较实诚的一个孩子 就是这样的 那也正好他女儿得喜欢你才行 我媳妇挺好挺喜欢的 所以说人品好 处处有收获 是吧 你还有五年的特种兵的经历是吧 侦察兵 你的车技很好是吧 是的 你开了多少年车啊 十多年 在部队也开过 你要面试的是助理是吧 助理兼司机 嘴言吗 绝对没有问题 你对于你的上司 你每天接送他上下班 作为他的专职司机 你对他有什么底线上的要求 守时 他要守时 对 啥意思 说好的几点走 那咱们就得几点走 那他不能拖一下 我说的这个 也就是说对于各位成功的企业家来说 肯定有自己特殊的事情 但是最好不要超过一个小时 还有吗 没了 那个人品没有要求 什么骂骂咧咧的上司你能接受吗 可以 没有问题 那他这个生活作风败坏的你能接受吗 可以 我是一个司机 我只管开好我的车 保护好我的老板就行了 我自己对我自己是有底线的 但是工作方面的 因为我必定要找一份工作嘛 我特别想了解 刚才我跟群姐在聊啊 群姐就在问 说到底你是之前受过什么手拾的伤吗 肯定是受过 经常等我留个小时是吧 是有过 是有过 说说看 说说看 到底受了什么伤 我们才知道我们的底线在哪 你知道吧 就是我以前没有从事这个 这个 这个房展工作之前 从事的一份那个司机 然后呢 就是上一任老板啊 然后呢 他就是每次就是说 小薛啊 您记着提醒我啊 明天我要七点起床 咱们要到公司 我每天晚上编辑好一条微信 或者是短信 我就给他发过去 要提醒他 明天要什么工作 他还给我回了 说好的 然后 我到第二天 我就准时的就提前 我每次 因为有司机工作嘛 提前至少提前半个小时到 这是肯定的 然后就到那了 然后快到的时候 我就先发个短信 我就问 然后没有回 最后已经到点了 我在打电话 老板说 等一下我 昨天没休息好 让我睡会 就我就觉得 这个跟我的这个 做事的这个观念 有点不符 因为第二天 还有很多的工作 OK 其实我真的想 再招一个司机啊 但是我就不太守时 总是会 没准 对 他就是没准的 如果总没准的话 就有准了呀 总晚一小时 那就有准了 是的 所以可以接受是吧 其实我特别希望 找到一个助理啊 就是他能够来管控我 比如说 其实我 真的 就是迟到五分十分啊 就是因为你一化妆 或者一着急就过去了 所以我特别希望 有这样一个人 有人催着你这 对对对对 能起到这个作用 可以 39难道就一辈子 做司机了吗 不是 因为我前年刚结的婚 然后呢 我爱人呢 就是一个非常优秀的 一个老师 中学的语文老师 他非常爱他的这份职业 然后呢 我就觉得 我好像应该 为这个家做点什么 就是我也得靠点家 是这个意思 那你的工作地点 应该固定在哪 绝对是在北京 北京 出差呢 短暂的出差 可以接受 你刚刚讲到说 你希望守时 是因为你晚上 希望早点回家吗 不是 所以是不是会对于 您的这个上司 他下班时间 你会有个要求 不是 我对于平常工作期间 无论是加班 还是怎么样 我都没有要求 薛正你刚才讲的助理 兼助理 肯定是老板的助理 对吗 对 然后还有一点 我自己不太理解的 就是你刚才说 那个价值的选择 我只关注时间 到底老板是什么样的为人 我不是 那是老板的事 可是你要想一想 一个公司的企业 发展大不大 还真跟老板 人品啊 能力啊 格局啊 是不是违法啊 都有关系的 如果你把你的未来 堵在了一个 不知道老板是什么 人品的上面 那不就有问题了吗 我相信大家的文人 人品 所以我才那样说 因为我在这里 向大家来求职的 他这个逻辑特别优秀 他那回答挺好的 就说节目组已经帮他 已经筛选了这12个了 我觉得这还算合理 我来问你一个问题啊 就是你做专职司机 三年之后你要做什么 看公司里边 有没有适合能够升迁的机会 所以你做专职司机 未来是能够进入这个公司 来进行转岗 对吗 是 所以专职司机 只是你的一个跳板 不完全这么说 看个人的 在公司的一个 发展的一个情况而定 对呀 所以薛大哥 您做销售的薪资 已经拿到一万五了 甚至更高 我也不明白 然后您现在又回来 做一个八千到一万 而且未来一直都是稳定的 就算我招了您 我觉得现在在您身上 我没有看到 其他的助理的潜质 而且他这个要这个薪金啊 你看你 你看你自己写的这个 这个逻辑上 我觉得也是不通的啊 你一零年到一五年 你是专职司机兼助理 是拿六千 然后呢 你离职的原因是薪资少 然后一五年以后呢 就做销售 就拿到了一万五 然后呢 你现在又离职 翻过来又要来做专职司机 钱拿少了 是否少了一半 反而又愿意了 你这个过程是一个 是一个什么样的逻辑呢 我给您解释一下 我确实需要一份工作 一个长期稳定的工作 然后因为我前年结婚 然后我媳妇是北京人 其实按照生活压力这块 其实相对来说是降低了 然后呢 我又想能兼顾一下家里边 所以就把以前的那个销售的 那个工作就停了 才转回来 就是降低我的这个薪资 照顾一点家里边的一个情绪 我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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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薪资多少来着 最低八千对吧 对 来第一轮选择虚口雷 还有三盏灯 来我们进入天生我有才 来天生我有才准备了什么展示 我希望台下的女企业家 能够有会唱这个为了谁的吗 你要跟她合唱是吗 是 朱佳音为了谁 她唱比较好 你唱歌最好 对 佳音姐 为了谁 française 地里影片 我你知道 偶像美蓉 和 hanya 两天 从佛落 国� BigQuery 滬 水 里面 服 Fox 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就是因为当兵出身嘛 然后就对关于 只要跟剧队有关的歌 我都是挺喜欢的 长期在纪律部队待的人 除了守纪律之外 人还踏实 没有那么浮华浮躁 来 我们进入职场 情商课堂 在新部门工作中 你发现新掉过来的同事 心眼特别多 该如何相处 我觉得这个没有关系啊 该怎么相处怎么处 对啊 是这个意思吗 是 然后他只要不触及我的 底线 底线就可以 你的底线是什么 手势 是 确实是 确实是 我觉得他的回答 其实有点像我们军队的作风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随远必诛之 其实这个性格 对司机来说是比较好的 是比较踏实靠谱的 我问你啊 比如说你的 这个上司真的是成为的话 比如说他每个月 总有不舒服的那几天 你会作为一个司机 会进行一些关心吗 比如说车后备箱 背着一些他能用的东西 如果是我媳妇我可以做 但是这的话 我需要跟我媳妇商量 我个人觉得 这可能牵扯到这个女 女生的一个隐私 你是不会这样做的对吧 我 我觉得这 这没办法问啊 朱老师 行行行行 好 来 第二轮选择虚货流 好 还有两盏灯 直接进入谈前不山盖 一个能在做销售的过程当中 把客户变成自己岳父岳母的男人 一定是会来事儿的 他不会来事儿 这事儿怎么可能嘛 你以为他像你看上去的 那么耿厚啊 对不对 但这不是坏事儿啊 这没什么不好意思 他肯定是会来事儿的 他刚才所有给你们的答案 都是有弹性的 七千 八千 这样的薪酬还满意吗 不满意 要跟谁谈 加多少 陈总 嗯 这个 只是助理是吗 没有 包括歼司机 对 肯定歼司机啊 助理本来就要开车的 不 我问你的是 这个薪酬你满意吗 呃 我 不满意 我要求加 啊 是这样子哈 就是为什么我 因为我的 我平常会我自己会有 会有去销售一些事情 会有一些销售的事情 也许我就交给你来做 所以会有个加号 就会 你还会有提成 他现在的意思 我帮你说你别不好意思 老薛说的意思是 甭管那个加号不加号 我就问你那个底薪能不能长 就那七千能不能变 不可以 这边要加吗 不加 加个提示啊 就是我 我现在助理其实还在我们公司 就他已经升奖师了 能懂得 我就所有 我所有的助理都会 有非常好的一个晋升 其实布宏讲 他说给你升职啊 晋升的空间啊 他们做的教育的板块啊 其实我们大家都在做教育这个范畴 但是呢 在这一块呢 其实我为什么没有给你那些允诺 其实他给你的允诺 我可以十倍给你 但我不想允诺这些 我觉得我们把这些做好了 自然 您在我身边的人 得到更好的回报 这是自然而然的 我们先脚踏实地的 把自己能做好的本质工作做好 因为我觉得司机真的是信任 是最难得的 来考虑一下 做出你最后的选择 什么呀 没在当下是吗 是 去吧 你要加到八千 那就去你那了 我们基本上拿个一万多 很正常啊 就我那个助理 好 谢谢你 好好干 他走路都打军人 那个 我告诉你 他就是想找稳定工作的 他不要那个家 很高兴啊 找了一份 长期稳定的一个工作 然后我也很感谢台上的这些boss呀 给我其实保费了很多的意见